香港家書 Dana 今年對我而言是特別有意義 因為剛接手做了香港科學院院長一職 令到我有機會和一班在國際間 備受讚譽科研成就出眾的科學家 一起推動香港的科創發展和科普教育 這份工作充滿使命感 亦滿有挑戰性 香港特區政府最近 亦公佈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為完善香港的科創生態圈 促進科技產業發展等 提出明確的方向策略 我認為創科藍圖 絕對是一個領跑的信號 給予創科發展一個清晰的目標 對科技業界以至經濟發展 都是一大喜順 香港有優良的科研資源和紮實的科研基礎 多年來累積不少具有影響力的科研成果 亦出產了很多出類拔稅的科學家 但是 如何將科研落地轉化為對社會有效益的技術和產品 就極為關鍵 在創科藍圖裏面 政府明確提出要聚焦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 以及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產業 香港科學院在這幾個領域裏面 都有專家可以向政府出謀獻策 作為醫生科學家 我對生命健康科技當然情有獨鍾 我很高興自己在26年前立下決心回香港發展 因此有機會從事孕婦和胎兒DNA的研究工作 繼而發現孕婦的血漿裏面有高濃度的胎兒DNA 而開創了無創性產前檢測 香港有兩間世界知名的醫學院 以及有效率的供應醫療體系 是臨床轉化研究的好地方 祝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Dennis,2023年1月7日